今天我妈呢要做她的拿手绝活春饼 所以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她是怎么样把春饼 能够非常简单的擀到很薄很薄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和面 慢慢的把水加进去 把这个面和成这种大的片状或者续状 这样的揉起来不粘手就好了 我们再看一看 还有一点点的小续状的面呢 我们再稍微再加一点点水在那里 这样软硬就正好 也不要太硬 比我的经验是比这个饺子面稍微硬一点点 不可以 第一次就混成这样不粘手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这儿写面 我们先写了20分钟 把面黏住了以后 我们把它写成条 使用于在这儿写上 我们先写一下 我们再次写一下 我们先写一下 我们先写一下 我们再写一下 我们先写一下 防止它那個表面乾可以拿那個厨房紙 稍微弄長一點 然後拿出一個來 放一些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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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擀出來七八個七八張大概一樣的這個直徑的餅就可以了不用擀到最厚的厚度 然後呢每一個餅的這個疊起來之間呢要刷油 給大家示範一下這個刷油 對為了那個防止把這個麵擺上弄上油底下墊一個這個烘焙紙就可以了 這樣子操作起來比較方便 對要整個都刷薄薄的油油不用刷太厚 但是要make sure就是所有的邊邊角角都刷上 要不然一會兒蒸完了以後就不太好那個撕開 刷完油之後呢就把第二張疊上來 中間的氣泡擀乾淨 然後再把第二張再刷上用 這樣的話就一張接著一張你可以疊五張啊七張啊八張都可以 這個疊了啊一共疊了八張扁 所以疊完之後呢要拿下來然後把它把它壓扁 再壓得稍微緊一點這樣的話不要讓它中間有氣泡啊什麼的 從中心往外邊壓 兩邊調換的方向面去壓這個餅 因為這樣的話你兩邊的餅的大小就比較均勻了 OK 看 輕輕的 同樣的也是翻著兩邊 你看現在就是上面的擀得比較大的 底下的稍微小一點但是沒關係 因為你翻過面來的你再擀的話 你就會把這個下面的也會擀 追上它 然後再翻過來 九個英雞大小差不多就可以了 這兩個兩片各有七到八片的餅 然後在其中一個上面要均勻的抹上油 之後呢把這個再疊到上面 對 對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去蒸了 等水開了以後就可以蒸了 這個是疊到一起的兩個邊 那等這個水開了以後 這個底面墊上這個籠布 蒸布然後把它這樣子放上去 OK 蒸七到八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八分鐘以後蒸好 我們現在把它涼一涼 OK 很難以後 在這裡 兩次的一會兒 就像這樣 一會兒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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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 嗯 喔喔 啦啦啦啦 うん 啦啦啦 yeah yeah 啦啦啦 喔 烤了 张力舰的 好 等一下,就完了,就完了 等一下,就完了 中文字幕——YK